耳熟能詳的經典名歌孟田 勾起長輩們年輕時的回憶 唱起來心情格外愉快 不只音色動人 就連拍子和音準 也能跟得上鋼琴伴奏 說是里內的音法課程 但歌唱技巧可不輸專業 我們是不是還要再緩步一次 還是沒有 沒有啦 很好 沒有緩步 OK 來吧 唱歌需要天分也要靠老師提點 北一大碩士畢業的胡亭維 主修聲樂有著一副古典美聲 唱起歌劇穿透力十足 就連拉小提琴同樣難不倒 新的歌像今天有聽到 時間都去哪了 或是雪落下來的聲音 這些比較現代的歌曲 那他們 他們就是可能在外面唱歌KTV的時候 就可以唱一些新歌 我覺得對於他們來講是一個非常好的一些練習 把過去所學帶進社區 胡亭維經常到長青大學或是里辦公室教長輩們唱歌 不只經典老歌讓長輩們回憶過去 年輕人必唱的流行歌也是課堂曲目 從發聲換氣練習看譜到表演全都不藏私 讓這群婆婆媽媽成了始終粉絲 她不管發聲發音 她都很正統的發聲音 所以我們學的很多 還有那個拍子 對 她教的很標準 然後讓我們受益很多 學員聽到老師要開課 大家搶著報名 因為活動中心空間有限 24個名額馬上額滿 晚到的只能等候補 來上課比誰都認真 我們最主要的就是想要讓老人家開心 所以你看我們現在現場的很多都是七八十歲的 那放暑假的時候他們就說 里長能不能不要放暑假 我們就很想來這樣 松山區東榮裡開辦歌唱班三年多 可以說場場爆滿 里長還得多騰出空間 讓里民上課 尤其里內從星期一到五 都有引法課程 就是希望能讓里民多走出家門 快樂學習 充實退休生活 記者邱世民 財寶寶寶